本期情绪录说的是闺蜜骗闺蜜 险些骗没了命 陈娟1991年出生于浙江台州某农村 她和沈灵是高中同学 只是二人在高中的时候并不是特别要好的关系 2009年陈娟和沈灵都参加了高考 并且同时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 就这样 两个关系一般的高中同学 竟然又成了大学同学 这下因为是老乡 陈娟和沈灵在学校里就显得比别人要近一些 再加上又是高中同学 这关系比别人都要好一点 但是两人的家境则是完全不一样 陈娟的家庭条件很一般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在工厂里给别人打工 这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 勉勉强强的够生活 可是沈灵就不一样了 她的父亲在浙江台州 义乌 金华 都开有大型的玩具厂 事业做的还很大 有上千万元的家产 可以说 她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富二代 2013年 两人大学毕业之后 陈娟进了一家化妆品公司 做了市场部的营销专员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推销化妆品 而沈灵在好闺蜜的视线里消失了半年之后 又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她居然低调的和谈了四年的大学男朋友 徐海峰结了婚 而且还生了个儿子 陈娟 都是沈灵的老公 在北京的一家外贸企业上班 每个月的工资 也有小一万块钱 一家三口 这日子还过得其乐融融之后 心里对她很羡慕 甚至可以说是 嫉妒 沈灵呢 在生了孩子之后 就一直没有再上班了 在家里带着孩子 全职太太的日子 也让她过得很滋润 另外一边 每一次陈娟的产品推销不出去的时候 她都会想到沈灵 她觉得 沈灵是一个父太太了 现在根本就不差钱 因此每回出了新产品 她总是要找沈灵帮忙 沈灵也很义气 用的化妆品和洗漱用品 以及老公的护肤品 基本上都是从陈娟那里买的 有的时候用不完了 她就会再送给朋友和老同学 反正吧 是尽其所能的来帮着陈娟完成她的销售指标 2016年10月份的一天 陈娟公司又推出了几款新产品 她兴致勃勃的给沈灵打电话 推销了她的新产品 沈灵听后也很感兴趣 就热情的邀她到家里来玩 哪天 陈娟已出去见客户为由 从单位里就来到了沈灵的家里 她看着沈灵住的那套二室一厅的房子 内心就有种说不出来的羡慕 嫉妒恨 啊 灵灵 还是你好啊 家里本来就有钱 现在又嫁了个这么有本事的老公 真是太羡慕你了 你看看我啊 我都工作也快两年了 现在还天天挤地铁租房子住呢 在北京这边 我恐怕是一辈子也买不起 像你们家这样的一套房子 沈灵听后则礼貌性的笑了笑 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其实我们现在也困难着呢 她一边说着 一边把陈娟就让进了屋内 你啊 先稍坐一下 我马上就来 说着 急急忙忙的跑进了书房里 过了两分钟之后 她又跑了出来 对陈娟说 小娟 你帮我个忙吧 你去我房间 陪我姐聊一会儿天 你就这么说啊 你说你是我美国的同学 现在跟我合租在一套公寓里 如果你不知道要说什么也不要紧 你就顺着我姐的话说就行 记着 千万别说漏了 哎 陈娟一头雾水 灵灵啊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也没法跟你解释 你就找我说的去做嘛 还有啊 聊两句之后 你就跟他说要去学校里上课了 然后赶紧挂掉就行了 我现在得给我儿子喂奶 沈灵着急的嘱咐了两句 然后就去了小卧室给孩子喂奶了 无奈啊 陈娟只好按照沈灵说的去了书房里 他戴上耳机和沈灵的姐姐就视频聊起天的 他担心自己会说漏嘴 就随便的聊了两句 最后按照沈灵说的要去上课 然后就挂断了视频 给孩子喂完奶之后 沈灵就问陈娟 你跟我姐怎么聊的 没有说漏嘴巴 那肯定的 我都是按照你说的聊的 哎 对了 只是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跟你姐撒谎啊 陈娟一边说的 一边把对话的内容向她复述了一遍 沈灵听完陈娟的话顿时松了口气 感激的对她说 太好了 小卧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不是 你明明人在国内 可你为什么要跟你姐姐说你在美国呀 沈灵重重的贪了口气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咱们毕业那年的下半年 我爸非得让我去美国留学 然后我就去了 你也知道啊 我跟徐海峰谈了四年的恋爱 我们俩从大一开始就在一起了 这几年还没有分开过一天呢 可是突然让我跟他分开好几年的时间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在美国读书的那半年 我根本就读不下去 我天天就想回到徐海峰身边 14年春节的时候 我就回国了 过完年之后 我就骗我爸说去美国 可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去 而是来到了北京 后来我跟徐海峰住在一起 然后就生了宝宝 原来沈灵为了不离开恋人 就和父亲撒谎说 他还在美国读书呢 但是家里人经常要跟他视频聊天 而为了不让自己的谎言暴露 也为了得到这家人每年资助的 8万美元的学费 生活费 沈灵只好煞费苦心的向家里撒各种谎 听了他的话 沈娟有些震惊 同时他也很不理解 既然你孩子都生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你爸爸坦白你们俩的事呢 沈灵则苦笑的摇了摇头 不行啊 大一那年春节 我带着徐海峰回家里见父母 我爸就不喜欢他 主要是徐海峰是北京人 而我是浙江的 我爸爸觉得我嫁得太远了 他不放心 其实我知道 他还是嫌弃徐海峰家里 没有我家有钱 他把我送到美国去读书啊 也就是为了让我跟徐海峰分手 我现在不敢跟他说实话 说了之后他肯定要大发雷霆的 说不定还要跟我断绝妇女关系呢 我现在没有上班 宝宝每天的花销也很大 单靠徐海峰的工资 根本就不能维持我们的日常花销 我跟他们撒谎 也是迫不得已的呀 天哪 这些话让陈娟的心里翻起了滔天巨浪 他对沈灵原本就嫉妒狠 现在又听说 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享受到家里每年 相当于几十万元人民币的资助 可是自己呢 辛辛苦苦到头来 这一个月他拿多少工资啊 那四五十万别说是一年了啊 就是五年他都未必能够挣得出来 哎呀 这就是人和人的差距啊 有些人天生就是含着金汤士出生的 可是有些人一出生就注定了要劳累奔波 陈娟越想这心里越不平衡 回到家之后他就把这天的遭遇告诉了男友黄群 并且连连感叹自己的命苦 面对女友的抱怨黄群一言不发 2017年陈娟代理的化妆品出了一款彩妆 他想多上些货 上的货越多呀 这价格越便宜 可这算来算去还差这一万块钱呢 这男友黄群对他说了 我记得你说那个叫沈灵的闺蜜 不是挺有钱的吗 那我前段时间听你说 他父母每年给他四五十万元的零花钱 是不是 你看咋俩啊 这一年都挣不了十来万呢 人家啥都不干 就能每年要来咱们俩奋斗五年的钱 这一万块钱对他而言根本就不算啥 不妨你就找他借借呗 可是我从来没有找他借过钱呀 他会借给我吗 陈娟有些担忧 你们不是好闺蜜吗 这好闺蜜之间有了难处 就应该相互帮助啊 你也没开口呢 你开口啊 他肯定帮 一万块钱在他那里 那就是九牛一毛 男友黄群继续怂恿他 陈娟点了点头 那好 我去试试 他要是不借给我 我再想别的办法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陈娟就找到了沈灵家 并且向他提出了 借钱的请求 可是没曾想 听了这个请求之后的沈灵 他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 不行 我现在手里没有钱 没有办法借给你啊 还有就是啊 你一下子别进那么多货嘛 你先卖出去再说呗 你把货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有钱了就可以继续进呢 哎呀 见好朋友竟然不肯借钱 陈娟的心里很恼火 不过他不止尽的说 是这样的 现在这新品出的很少 我再往一步啊 人家就批发完了 那我还卖个啥呀 你就先借给我一万块钱嘛 反正你也不差这一万块钱 我哪有不差钱呢 我跟你说啊 我真的没有钱 我跟徐爱峰买了辆车 都是二手的呢 还有这房子也是二手的 更何况 我还要还房贷 车贷呢 还有啊 我奶睡不足啊 宝宝要添着奶粉一起吃 我还要买各种一儿用品 我手上根本就攒不下钱 哪有钱借给你啊 我这儿都差点找你借钱了呢 哎 陈娟听后有些疑惑下来 疑惑的同时 他也又想啊 现在除了沈灵 他还真的就找不到 其他人借钱了 于是他不死心的 又问 我记得你说 你们家里每年 给你八万美元的学费 那这就相当于是五十万元了 这一万块钱 在这里面根本就不算啥呀 可是沈灵还是皱着眉头 不客气的回道 你根本就不懂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 我最近手头紧 你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看到沈灵态度坚决 陈娟的心里很气 暗暗的骂了他无数遍的小气鬼 但是脸上还是挤出了一个礼貌性的微笑 好吧 那既然这样就算了 我再想其他办法吧 回到家 陈娟气脑的把手提包就摔到了沙发上 小气鬼 我就找他借一万块钱 就推散祖宿的不肯借我 这又啥呀 从这点你就看出来了吧 越是有钱人就越抠门 你看啊 他在国内和别人生了孩子 还瞒着家里在骗家里要生活费 他不借 你就找他姐姐去借 我就不信他姐姐不会借给你 男友黄群的脑子里 突然就冒出一个邪恶的念头 他看着女友挑了挑眉 你别忘了 他的把柄还在你手上呢 对啊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呀 对 我明天再去找他 我就不信这邪啊 我一定要从他那里扣出点血来 让他对我有所顾忌 陈娟在男友的怂恿之下 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冷笑 接下来 两个人就商量了一下 怎样 才能让沈灵大量的出血 1月3日 陈娟又一大早就出了门 到了沈灵家里 这一回 他以串门聊天的名义 并没有提借钱的事 和沈灵聊的还很开心 他就趁着沈灵给孩子喂奶的时候 来到书房 悄悄的记下了沈灵姐姐 沈宴的微信 QQ号 回到家里 他立刻添加了沈宴的微信QQ 并且时不时的和沈宴聊几句 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他就没有告诉沈宴 说着沈宴在北京的事 也没有说任何对沈灵不利的话 渐渐的 陈娟就获得了沈宴的信任和好感 没过多久 沈灵很快就从姐姐那里得知 陈娟竟然以她室友的名义 在和姐姐聊天 这就让她既吃惊又生气 她想这时间长了 陈娟难免不会说漏嘴 如果姐姐知道了她的事 那父亲也很快就会知道的 到时候她可就死定了 想到这 沈灵再也坐不住了 她立刻就找到了陈娟 并且怒气冲冲的质问她 你为什么要冒充我的室友私底下和我姐姐联系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你赶紧把我姐姐的QQ微信都给删掉 可是 看着沈灵来兴师问罪了 陈娟却不慌不忙 什么叫我冒充你室友啊 不是你跟你姐姐说我是你室友的吗 更何况咱俩还是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呢 你姐姐现在很信任我的 我还准备向她推销化妆品呢 你 看着陈娟这一脸嘚瑟的神情 神灵都快气炸废了 我之前怎么说也算帮过你吧 我们也算是朋友吧 你这么做 实在是太过分了 陈娟在得意的摇了摇头 我们是朋友吗 那我问你啊 这什么朋友连一万块钱都不肯借的呀 再说了 我现在可没有跟你姐胡说什么 不过 我现在不说 倒也是不代表将来不说 听着陈娟的话里有威胁的味道 神灵是又气又怕 她从包里就掏出了一万块钱来 好 那我现在就接给你一万块钱 你赶紧的 把我姐的微信和QQ号全部都删掉 以后不准你再跟她联系了 可是 陈娟却并不接纳一万块钱 而是话里有话的说 你让我上了微信和QQ那也没有用啊 你姐姐已经把你家的地址电话都告诉我了 你总不能让你父母搬家换电话吧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见她这个态度 沈灵急了 你说 你到底想怎么样 啊 是这样啊 我上回见的化妆品特别好卖 最近我想上一批货 可是我这里还差着两万块钱的缺口 我又找不到别人帮我 陈娟得意的看着沈灵 言外之意 不言而喻 沈灵自然是听明白了她的话 恨得是咬牙切齿 可是她又没有办法 只好又拿出了一万块钱来 用厌恶的口吻对她说 行 算你狠 我现在借给你两万块钱 以后请你离我姐远一点 你的货卖完了就把钱还给我 现在你给我打个欠条吧 可是 陈娟她仍然带着阴邪的笑 喂 你应该是没有听懂我的话吧 我跟你说吧 玲玲 这个借条啊 我是不可能给你开的 你要是不愿意寄给我呢 那我就找你姐姐借 你看着办吧 言见这女人一副无赖的面孔 可沈灵却无计可施 最终她取出钱来 气愤的把手里的钱啊 就甩在了女人的脸上 气呼呼的说 给你 都给你 从此以后 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之前就算是我瞎了眼 爸你当时朋友了 看着沈灵愤怒离去的背影 陈娟则得意的笑了 她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钱 这有钱人呢 就是脾气大 不过就是找你借点小钱 你就这副罪恋 那边 被陈娟硬生生的敲走了两万块钱的沈灵 虽然生气吧 但是她也不敢说什么 她以为这两万块钱就能堵住陈娟的嘴呢 可是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啊 她再次接到了陈娟的借钱电话 电话打断 陈娟语气生硬的说 灵灵啊 我现在要跟别人合伙开个服装店 但是我手上没有多少钱 我想找你借三万块钱 你看什么时候咱们约个时间 你把钱给我拿过来呀 我操 沈灵恶恶狠地骂了一句 一拳垂在了桌子上 你这一张口就是三万啊 你还真当老娘车提款机了呀 我上次就说了啊 咱们俩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恶心我了 我是绝对不会再接给你钱的 说着就要挂电话 对面的陈娟也听出来她很恼火 可是她立刻接口道 你先别着急挂我电话嘛 你看你要是不帮我这个忙的话 那我就只好找你姐姐帮忙了 反正你姐姐肯定比你有钱吧 这两句话一下子又是戳中了沈灵的软肋 她很恼火 但是又不想激怒对方 只好又说 我现在手头很紧 一下子没有办法给你搓三万块钱 你给我几天的时间吧 好啊 那我给你一周的时间吧 毕竟咱们是朋友嘛 对不对 我也不能逼你太狠了 不过一周之后 如果我等不到你的电话 那我就只好向你姐姐开口了 看到自己被陈娟这个假闺蜜当成了提款机 沈灵要被逼疯了 接上回 自己被陈娟这个假闺蜜当成了提款机 沈灵快要疯了 可是他却无可奈何 这一天 他的丈夫啊 徐海峰下班回来了 沈灵就委屈的对他讲述了自己被陈娟敲诈的事 两人就赶紧商量了对策 最后徐海峰说 要不咱们就把咱俩的事 给你们家里公开说明白了 我就不相信了 现在咱们孩子都有了 你爸爸还会拆散我们吗 我觉得啊 只要跟家里说明白了 那陈娟就没有办法再敲诈我们了 不行 沈灵叫了下来 不行啊 绝对不能跟我爸爸说 他要是知道我从美国退学回来 还跟你同居生了个孩子 他肯定会杀了我的 你是没有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 特别可怕 现在 现在还不是公开咱们关系的好时期 现在绝对不能跟他们透露半点 那天 沈灵和徐海峰两个人商量了一个晚上 再终于有了一个应急措施 他们决定啊 分两步走 第一 先给姐姐和家里人打预防针 告诉他们 陈娟是个骗子 让他们在接到陈娟电话的时候 一定不要相信她的一面之词 第二步 一旦家里人听信了陈娟的话 对沈灵产生了怀疑 那么沈灵就办理赴美旅游签证 到美国曾经读书的地方去走一走 用当地的电话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博取他们的信任 并且再请上几个美国的同学陪着她和姐姐视频聊天 到时候啊 家里人就不会再相信陈娟的任何鬼话了 再说那边 这一周过后啊 陈娟却没有等到沈灵让她来拿钱的电话 就有些恼羞成怒下来 便立刻给沈灵的姐姐打去了电话 说啊 你妹妹没有在美国读书 她其实就在 然而她的话还没说完 对方就冰冷冷的挂断了她的电话 哎 这咋回事啊 陈娟她不知道这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原来 在那一周的时间里啊 这沈灵每次和姐姐视频聊天 都会谈到陈娟 她跟姐姐说啊 陈娟就是一个特别虚荣 又特别喜欢骗人的女孩子 并且还说啊 她前段时间和陈娟闹了点矛盾 陈娟就扬言要陷害她 沈灵就对姐姐说 如果陈娟再给她打电话 那肯定就是诈骗电话 让姐姐不要再相信她的鬼话了 毕竟 沈灵和沈燕 那是亲姐妹啊 对于妹妹的话 她是很相信的 因此啊 陈娟把电话再打给陈娟 还没说两句呢 陈娟就厌恶的挂断了电话 沈灵听说自己的预防针很管用 内心很高兴 陈娟又跟姐姐说了很多陈娟的坏话 让姐姐渐渐的 对陈娟就失去了信任 可是陈娟那边 她就想不明白啊 她回到家里和男友黄群说 我刚才把沈灵的事跟她姐姐说了 可是她姐姐竟然挂了我的电话 难道我们的计划就这么失败了吗 男友黄群想了想说道 你空口无凭 你让人家怎么相信你嘛 你最起码得拿到一点证据 才能让她姐姐和她的家人相信你吧 只要他们家里人相信你了 那沈灵那边肯定会忌惮你 这样咱们才能够让她多出点血嘛 对啊 听了男友的话 陈娟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就绞尽脑汁的去想 该怎样 才能够拿到沈灵欺骗家人的证据啊 黄群见女友想了大半个晚上 也没有想出个什么好主意来 于是就刺了她耳边 把自己的主意给说了出来 哎呀 老公啊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 行 就这么做 陈娟兴奋的呀 险些跳起来 第二天 陈娟就到超市里买了尿不湿 奶粉等婴儿用品 买完之后 就到了沈灵家的楼下 等待沈灵买菜回来 沈灵看到陈娟 就直接上楼了 并没有理会她 可陈娟在沈灵后边 就拽住了她 很诚恳的对她说 哎 灵灵 我今天是给你来道歉的 咱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我这段时间想了想 我做的事情确实不地道 你就给我说几句话的时间 可以吗 单纯的沈灵 她并不知道 陈娟的葫芦里 到底是卖了什么药 便冷冷地跟她说 你要是找我借钱的话 我一分都没有 不是 我们今天不谈钱好吧 我反思了我自己 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对 其实就是 我家庭条件不好 现在打工又挣不了多少钱 你和我比起来 那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你家里那么有钱 现在过得这么好 有车又有房 老公还赚很多钱 所以我心里就不平衡了 这段时间我想了想 其实你也挺不容易的 这样吧 你给我一段时间 我把手上的货卖完之后 我就把借你的两万块钱还给你 那 你看 这点东西是我给孩子买的 虽然不贵 但是我知道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挺不容易的 陈娟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微笑 这话说的也很漂亮 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浑身上下都透露着大写的真诚 果然 毫无心机的沈灵 在听了这番话之后大感意外 内心也有些感动起来 他说 我家庭条件再好 那给我的钱也是有限的呀 现在在北京什么东西都贵 我跟我老公本来是想请个月嫂的 可是你知道吗 一个好的月嫂 一个月的工资 都得把九千块钱呢 便宜的又带不好孩子 我也不想要 我也没有办法嘛 看着沈灵松了口气 陈娟又追着她聊了几句 就面带喜色的离开了 可是 等她走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之后 陈娟就掏出手机来 打开了录音播放线 于是 刚才她和沈灵的对话就清晰的传了出来 听着沈灵的话 她露出了得意的笑 原来 陈娟找沈灵道歉是假 目的 是为了引诱沈灵 让沈灵自己说出啊 她在北京的事实 以此来留下音频文件 接着 她又拿着这段录音 来要挟沈灵 让她打出血 这天晚上 陈娟就用手机 把她自己白天和沈灵的对话音频 就发给了沈灵 并且还要挟她说 现在我拿到证据了 我希望你两天之内准备好三万块钱 要不然的话 我就把这段音频交给你姐姐和你爸妈 你猜猜 一旦那样 结果会怎么样啊 哎呀 看到这些 沈灵的肺也都气炸了 她咬牙确齿的 对男友说 这个坏女人啊 我现在 我现在杀了她的心都有了 别 别冲动啊 杀了她 咱们不得偿命吗 为了这样的见货 真的不值得 不过 咱们确实得好好的支持她 要不然她下一次张口 要的就更多了 这样 你给她发信息 就让她明天来去钱 正好 我明天休息 咱们就好好的 给她个惊喜 好 另一边 那两人还在幻想着 等拿到钱之后 要怎么花呢 她们为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ATM机 感到很自豪 可殊不知 前方正有万丈深渊 才等着他们 第二天 陈娟在男友黄群的护送之下 来到了北京市密云区某小区 下了公交车 她给沈灵打了个电话 得知沈灵在家之后 她就兴冲冲的来到了沈灵的家 可也就在陈娟刚刚进了门 就看到沈灵的男朋友 徐海峰 举着一根赶面杖 从门后就闪了出来 对着她的头 狠狠的就敲了一下 陈娟一声不吭 当场便失去了知觉 瘫软在了地上 这时 沈灵又拿着绳子走了出来 两人迅速的把陈娟捆了个结结实实的 沈灵看着茶几上 那把水果道 恶狠狠的对男友说 我今天非得捅他几刀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就抄起了那把水果道 愤怒的抄着陈娟就走了过去 徐海峰怕真的闹出人命来 死死的拦住了他 终于在他好说逮说之下 沈灵才放弃了砍陈娟的想法 但是想起之前 一次次的被这个女人威胁 他就怒不可遏的 上前狠狠的踹了陈娟几脚 你这个死女人 死女人 我让你再敲诈我 哎 好了老婆 咱出出气就行了啊 徐海峰急忙拦住了他 因为他担心 他又被愤怒冲昏头脑 从而在做出什么傻事来 两个人又是把陈娟捆了一遍 捆那是结结实实的 然后拖到了储物间里 沈灵又找来交代纸 把陈娟的嘴给封上了 直到陈娟醒来之后 看到自己被绑 他惊恐激了 望着面前怒不可遏的沈灵 不停的点头求饶着 沈灵又上前踹了他两脚 骂道 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 把你这种狗东西当成了朋友 你根本就不配做个人 那会儿我看你工作挺艰难的 你给我推荐什么 我就买什么 但是你不但不知道感恩 你反而想敲诈我 你今天要是不把录音交出来 不把钱还给我的话 我就弄死你 然后 然后把你分尸 再扔到郊外的身上 去喂野狼 可正当沈灵和徐海峰殴打陈娟的时候 通通通 外边突然就响起了急切的敲门声 沈灵有些慌乱起来 徐海峰联盟安慰他 你别担心 我去看一下 他起身走到门口 从包眼往外看去 他看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 站在他们家门前 于是就大声的询问 你找谁啊 可对方却并没有回他的话 这个年轻人呢 就是屋内被绑的 陈娟的男朋友黄群 他看着女朋友进了单元房的门了 就在楼下等着他 可是左等右等 这一个多小时了 也不见女友下来 他不放心 于是就上楼来寻找 徐海峰把门打开 就询问站在门外的黄群 我刚问你话呢 你敲我们家门 你找谁啊 啊 刚刚我女朋友说要来你们家串门 他又没有来啊 徐海峰在冷冷的说 没有 我家一直没有人来 说完 砰的一声 把门就关上了 不对啊 黄群是亲眼看着女友上了楼 也看着女友敲开了这家的房门 可是呢 这男主人却说女友没来 关键的是 他们以为这男主人不在家呢 他顿时感觉这事啊 有些不妙了 于是就赶紧报了警 半个小时之后啊 警方赶了过来 这回警方来了 徐海峰也不得不打开了房门 可此时的陈娟 已经被这情侣二人打得浑身是伤 特别是在看到警察的那一刻 陈娟就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 哇的一声大哭下来 警察把这四个人全部都带到了警局里 对他们进行了问询 也是查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最终 沈灵和徐海峰犯了非法拘禁罪 刑事拘留三个月 陈娟和黄群呢 得涉嫌敲诈勒索 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不过还好啊 警方赶来的及时 制止了一场殴打和非法拘禁 挽救了两个大好青年 同时也幸亏警方来的及时啊 及时的抓获了心术不正的陈娟和黄群 让这两个不走正路的年轻人 看到了法律的威严 那是罪有应得 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容易同情弱者是吧 但是大家都知道 并不是弱就是有理啊 那人家富有 是人家自己的 跟弱者没有任何关系 那再回看本案 如果不是徐灵 他意外的漏了财 比如说家里是开玩具厂的 资产上千万 再者就是每年姐姐给他打8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将近50多万元的学费 是吧 如果他没有漏财 漏富 那也不会有这些破事 是吧 这农村的俗语就经常说吧 有财不爱漏 家丑不爱羊 负责任的说啊 特别有道理 那不管是不是出门在外 还是你宅在家里啥都不干 都不要向外人透露这方面的信息 漏财的坏处显而易见啊 很多的案件都是因为漏财而引发的 轻则伤财 重则被害命 要知道啊 这个社会上得红眼病的人 那是特别多 当你在漏富的时候 即便是你不经意的 他们也会以为你是在选富 显败 得瑟 可是恰恰的啊 现在有太多的人 他不是无意间漏了负 他是有意的 像这样的人 你还得反思一下啊 当你漏负漏财的时候 这漏完了之后啊 其实你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你都得不到 只会得到无尽的麻烦 关于让大家有财不爱漏 以前说过好多回了 也不用反复再强调了 甭管上文再怎么强调 以后还会出现因为漏财而引发的案件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 大家引以为戒吧 就这样 我是上文 咱们下回再见 这是一起手机QQ登陆 而揭开的惊天答案 2009年的年底 27岁的韩盈 沮丧的从公司里走出来 因为身为化妆品部的销售主管 他居然又未能完成当月的销售任务 随时都可能面临着被降职的处分 心情郁闷的韩盈就前往东大门高桥化妆品批发市场 他就想看看那些商贩是如何卖化妆品的 正当他在一家店里看得出神时 一名男子便主动的过来跟他搭讪 小姐 你也是来进货的 韩盈见男子面向和善 便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得知韩盈所在的公司生产销售中高端的化妆品 男子顿时就来了兴趣 他叫李江 37岁 做化妆品生意很多年了 而那天 他是来长沙考察市场的 但是把那些廉价的化妆品 他根本就看不上 韩盈的心里一动 当即就邀请李江去附近的茶座去聊聊 两人落座之后 韩盈便从包里取出来随身携带的化妆品小样 热情的向李江介绍 李江听得很仔细 还动作娴熟的拿着各类的彩妆 在手上这么调试着 喝完茶 李江笑着说 今天认识你算是缘分 要不我先在你这下个十万元的订单 也算是帮你解决困难 韩盈掩不住满脸的喜悦 对李江是千恩万幸 李江也是说到做到 仅仅两天之后 便给韩盈支付了全部的货款 这下 韩盈不仅成功的保住了职位 还当上了阅度销售明星 韩盈 他是毕业于长沙商学院 25岁的时候 嫁给了陈卓 生下儿子袁宝 由于陈卓经常晚上值班 夫妻俩交流甚少 这感情就日渐疏离 不过 韩盈 他的身材高调 皮肤白细 加之从事化妆品工作 他就特别会打扮 虽以声誉吧 但是看上去身材还是像美少女那般恶努 少言寡语的丈夫啊 竟如死水的婚姻 就时常的让他觉得无奈与伤感 十多天之后 韩盈接到了李江的电话 约他出去吃饭庆祝 见面之后 李江告诉韩盈 说那批货已经全部售完 韩盈就问他 如何这么快就出货了呀 李江说 他将化妆品卖给了四川一家化妆品连锁店 从中赚取了五万元的差价 哎呀 韩盈不仅对李江佩服的那是五体头力 喝了几杯酒之后 李江就大胆的对韩盈说 是这样的 我现在正在全力的进军长沙市场 你有没有兴趣辞职给我当老板娘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单身 就是因为没有遇到一个能让我钟情 又能在事业上帮我一把的女人 韩盈低下头 心砰砰直跳 从第一眼看到豪爽大方的李江时 他便认定 他就是自己的贵人 是一个能干大事的男人 他喜欢这样有魄力的男人 既然韩盈低头不说话 李江便伸手帮他整理头发 竟然就紧紧的抱住了他 就这样 韩盈心甘情愿的做了李江的俘虏了 就是 沉浸在激情中的韩盈却并不知道 这个李江 他其实是一名统缉犯 李江 这名李进慎 十年三十七岁 福建龙岩人 他大学毕业之后是自由创业 找亲朋好友和银行募资了五百万元 开了一家二手车行 可是由于经营不善 2005年因为车行资金链断裂 他还不上债务 就逃往上海躲债 2006年李进慎东山再起 在上海郊区开了两家奥迪车专卖店 声称自己能够帮客户低价买入奥迪车 他共是骗取了数名客户的六百多万元的购车款之后 便卷款潜逃了 随后便被上海公安机关网上追捕 2009年3月 李进慎又是被列为公安部全国B级重点通缉犯 后来为了躲避追查 李进慎就不断的变换着身份 2009年5月 李进慎在长沙火车站捡到一张李江的身份证 见身份证上的男子与自己年龄长相都很相近 他决定以后就用这张身份证来留在长沙 又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 李进慎就瞄准了当地美容化妆品市场 但是他知道自己被通缉不易出头 必须得找一块挡箭牌替他去赚大钱 很快他就看中了胸无诚服的韩盈 他就想以感情的名义去套楼他 让他甘愿为自己做事 他从韩盈那里拿到第一批货之后 便找到了一家包装公司 将产品全部换成韩国进口包装 通过网络又卖到了西南一地区 赚了数万元 轻易到手的钱让他确信 这个行当是有暴力可图的 他就进化着以韩盈的名义 在长沙注册一家批包公司 等他赚过了钱之后 再把他给甩了 可是蒙在鼓里的韩盈 他感觉自己正遭遇了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 2009年8月 韩盈不顾一切的向丈夫就提出了离婚 他承认自己爱上了别人 丈夫休愤之下便答应了离婚 儿子元宝跟随父亲生活 韩盈则选择净身出户 当时李进身正在忙于在长沙注册公司 于是一连几天给韩盈打电话 对方都不接听 他就很恼火 可就在8月底的时候 韩盈却突然背着一个大包 来到了李进身的住处 我跟你玩真的 我不仅辞了职还离了婚 连儿子都不要了 你承诺说让我当老板娘 此话可要当真 李进身被这一席话惊得是全身冷汗之貌 他原本只想拿韩盈做块生意上的挡箭牌 私下里维持一段短暂的情人关系就行了 可没想到 小他10岁的韩盈却如此疯狂 而他是通缉犯 这样不仅会连累韩盈 也为他自己埋下的定时炸弹 于是他面露蓝色的拒绝韩盈 我是喜欢你 可是我没有叫你离婚 你孩子那么小 你舍得抛弃他吗 你这样的代价太大了 我承受不起 你这样草率 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可是韩盈却以死相逼 无论如何就要跟随他 一向淡定的李进身就慌了神了 甚至干脆想离开长沙算了 可是韩盈却寸目不离的跟着他 无奈之下 李进身只得告诉韩盈 自己是个骗子 在老家骗了上百万 跟他在一起 要带很大的风险 韩盈将信将疑 于是就用李江的身份证 去网上搜索 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与之相符的 行骗新闻 他在向李进身询问时 李进身也不敢告诉他的真名 他只能借口堂塞 心里是叫苦不迭 又是纠缠了一段时间 无果之后 李进身只能先依从了韩盈 让他暂时留在自己的住处 一次 两人刚从住处出来 一个警察走过来 说要查身份证 李进身全身是汗 心想坏了 人生算是走到头了 他紧紧的将韩盈的手死死的拽住 原来呀 当天长沙发生了一起蒙面抢劫案 警察正在到处去找逃跑的歹徒呢 也就在警察认为 这个叫李江的身份证和真人的长相有出入时 韩盈则灵机一动 故意的对李进身说 老公啊 你这身份证拍的也太不像你了 上次我们去儿子学校 保安让你押身份证 也是盯着看了半天 看来你得重新去办一次了 韩盈的一袭地道的长沙话 就打消了警察的顾虑 逃过一劫之后 李进身仍是心有余悸 他感激的看了看韩盈 问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呀 韩盈说啊 我看你这么紧张 怕你真是欠债跑路到长沙的 如果你被抓走 我该有多伤心呢 还有啊 你这么能干的人一定能够还清债务的 到时候不管走到哪儿都不怕警察了 李进身笑了 他开始觉得有个女人在身边做掩护 比自己一个人应付麻烦要好得多 随后李进身又向韩盈约法三丈 因为他在家乡欠了债 因此跟他在一起 他要切断与家人的一切联系 手机号码和QQ都得更换 不然被债主知道了他的行踪 会给他的家人带来麻烦的 另外暂时不要提结婚的要求 将事业做大之后再谈婚姻 只是他的要求 韩盈不能够完全理解 但是他有一心爱他 认为他就是香港电影里的那种江湖大哥 那是必须要跟世间恩断一绝 这才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 于是不甘平庸的他就发誓要成为大哥背后的女人 李进身用韩盈的名义在长沙开设了化妆品连锁公司 公司吧其实就是个空壳 连员工都没有 却不断的有钱进账 韩盈惊讶不已啊 问李进身是怎么做到的 李进身就说了 他将韩盈提供的化妆品资料 经过包装挂到网上 每个星期他都会接到有人要加盟该品牌的订单 每个加盟成员需要交6到8万元不等的加盟费 在收到钱之后 李进身再将批发市场的廉价货换成高档包装 发给加盟商 上回说啊 李进身在收到加盟费之后 就将批发市场的廉价货换成高档包装 发给加盟商 韩盈则一脸崇拜的看着李进身 我从前的生活太平淡了 跟你在一起感觉特别刺激 哎呀就像是演电影似的 李进身则叮嘱他 记住 不要让任何人给你拍照片 更是不要和人家合影 人家问你为什么 你就说自己信佛 不能随便拍照 韩盈就听信了李进身的话 李进身他不仅能够空手套白狼 还有借机生蛋的本事 比如一些商家前来加盟 就提出要看看他的公司 和他自称的大型营销场地 于是他就把人家带到深圳 去那些事先已经安排好的化妆品代理公司 去转一圈 很快对方就会被他在深圳和佛山的高大上的公司形象 完全给征服了 乖乖的打钱给他 他宣称啊 产品全部是从美国韩日进口的 他的公司负责全球销售 以他多年的诈骗经验 他知道 这话说的越大 牛皮吹的越响 别人反而就会越相信 他还雇人给加盟成员做培训 其实就是为了增加加盟人数 用公司培训的时间 去尽量的拖延时间 比如必须培训满几节课 这是公司的要求 学员必须得遵守 战线拉长之后 这加盟成员陆续增多 等加盟费陆续的进账之后 他甚至连廉价的化妆品都不发给客户了 那是随时准备跑路 这一招他用了很多次 每一次都让他赚的是盆满不满 在长沙半年的时间里 李建深和韩颖收入了500万元的加盟费 2010年7月 二人注销公司来到了南昌发展 不对 应该说是来到了南昌去诈骗 不过之前那些遭遇诈骗的众多化妆品加盟商 纷纷报案 可是由于公司是以韩颖的名义注册的 而韩颖早就与亲友断绝了所有关系 常察警方多方查找 却未能获得其行踪 李建深到了南昌之后 又是将眼光瞄准了火爆的英语培训学校 几年的经验告诉他 要想赚大钱 应该先避开警方的视线 那就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而且所从事的经营 要与之前是截然不同的 于是李建深就让韩颖去游说一名 办英语培训班的负责人 声称要为对方投资50万扩大规模 只要对方同意在各地开加盟店 那在收到15万元的定金之后 负责人就信以为真 便将培训学校的金子招牌授权给了李建深 让他全权负责办分校事宜 李建深和韩颖就利用这块知名度很高的 培训招牌去安徽南京一带开拓市场 光照办学加盟商 加盟商来南昌考察之后也是深信不疑 由此李建深的生意便又做了起来 到2015年4月 李建深与韩颖坐镇南昌等周边县区 依靠加盟办学疯狂点才高达1900万 随即李建深便将这些钱存到了李江的湖头上 不过他再有钱也不敢买房 便在南昌市洪谷滩新区 每月花高价租了一处富士楼 与韩颖甚至简出 而韩颖跟随李建深私奔的这些念力 他也逐渐的明白了李建深是如何成为大师的 这些年他与家人和亲友断绝了一切关系 唯一的感情依托只有李建深 在这几年里 韩颖曾经三次在小诊所流产打胎 每次的手术都是做的不彻底 2015年4月底 韩颖到南昌之后又是经历了第四次流产 这一次医生告诉他 由于他的子宫币特别薄 以后恐怕再难生育了 韩颖痛哭流涕 又是向李建深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他不想再漂泊了 他想找一个偏远的城市买出房子稳定下来 就算日后李建深因为骗钱的事情被抓了 他也会等他坐牢出来 他不想再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见韩颖伤心欲绝的样子 李建深也流下眼泪 他终于道出了实话 一直以来 有件事情藏在我心里 我对谁都不敢说 其实 我的真名叫李建深 是通缉犯 他们追捕了我六年 这要抓住我 肯定不是判几年的刑那么简单 所以 我这一生都不敢结婚 李建深坦白 他最初只是想把韩颖当成挡箭牌 可是让他也没有想到的是 居然会害得他丢了家庭 和孩子 韩颖听后失声痛哭 可事实 却比他想象的更加残酷 虽然两个人已经是赚的盘满不满吧 可他却从来就不敢寄一分钱给儿子 特别是在得知自己不能够生育之后 他的心里就是更加疯狂的想念儿子 他抱着李建深说 眼下我已经是无路可走 就算你是全国最大的逃犯 我也只能跟定你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将你当成唯一 可是现在我真的好想儿子呀 李建深则一边安慰着他 一边嘱咐他 千万不要和老家人有任何来往 否则会功亏一篑 而他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做整容手术 然后离开中国 以后他们就自由了 李建深的承诺 让韩颖更加的想念儿子 因为他怕出国之后 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了 2015年6月下旬 韩颖就试图联系母亲和儿子视频 可最终 他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行踪而放弃 之后他又想到一个主意 就是到前夫的客户空间里边 去看看儿子的尽召 以解相似之苦 韩颖以前使用过KK号 由于多年未登陆 早就忘了密码 他就折腾了一个多星期 在黑客网友的帮助之下 终于是找回了密码 韩颖按捺不住信息 就用手机登陆了KK号 并从前夫的KK空间里 下载了一张儿子的尽召 看着照片里那帅气的元宝 他泪流满面 对着屏幕是一遍又一遍的 抚摸着儿子的脸 一分钟之后 他匆匆下线 回家之后 他也不敢告诉李建深这件事 只是趁着他熟睡之后 把存在手机里的照片拿出来 反复的看 不过很快 韩颖就被长沙警方给锁定了行踪 当年呢 以他的名义注册的化妆品公司 涉嫌诈骗数百万 警方一直在追踪他 2015年7月6日 上海警方在南昌警方的协助之下 找到了李建深与韩颖的住处 李建深在被捕的时候 他站在黑黑的路道里 也如是重负的说 被抓是好事 这几年也实在是太煎熬了 原来 韩颖用手机登陆QQ 从前夫的QQ空间里下载了一张儿子的禁照 随后匆匆下线 然而 就是因为这么短短的一分钟登陆的时间 韩颖就被长沙警方给锁定了 至此啊 一场长达六年的逃亡 就此结束 随即 李建深供述了十年诈骗累积资金 高达三千五百万 性质恶劣 并且被骗人数众多 根据刑法 他将被判处无期徒刑 甚至是死刑 在看守所里 李建深说 前几年我也曾经想过自首 可是又心存侥幸 总感觉自己的智商比别人都要高 逃出法网 那也是有可能的 他甚至都想好了整容出国 再也不回国 在国外逍遥法外的想法 而韩颖 他则因为涉嫌协同诈骗和涉嫌窝藏罪 包庇罪等罪名 可能会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知道被抓之后 韩颖他知道 李建深与在龙岩老家的妻子根本就没有离婚 其儿子2015年已在老家上高中 明知对方神秘莫测 却仍然以爱的名义与其私奔 葬送了自己的花样年华不说呀 还导致了他有嫁不能回 身为一位母亲不能见到自己亲生儿子的悲剧 韩颖是痛悔莫及 面对儿子和亲人的愧疚与煎熬 将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折磨 请不吝点赞 订却